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不断的上升 但令人鼓舞的是 医院护理患者的人数并未增加 欧尔班维克多在科苏特广播电台表示 尽管我们已经受够了这种病毒 但我们仍处于艰难时期 它感染和攻击的速度越来越快 总理强调 医疗体系的疫情防备可以承受高峰复合的两倍 政府内部就是否应在危机时期解决医生的工资问题进行了辩论 它支持由于流行病而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在增加医生工资的同时 政府还将取消感恩金 数十年来 这一直在毒害胸炎里的医疗保健 调查显示 大多数患者并非出于感激之情 而是出于恐惧而复出 因为他们相信没有这些 他们将无法获得正常的护理 但是 大多数医生也不希望接受感恩金 因为这对于他们是一种耻辱 他们想在一个体面的工资 而不是兴风 政府发业人就税收减免和免费的流感疫苗 以及幼儿园和托尔索的措施 在社交网站上发表讲话 他还回答了在政府信息网向他提出的问题 根据数百年的宗教传统 信徒在今日可以向教皇捐赠 这次 方济阁教皇将主要帮助那些受新冠病毒困扰的人 去年匈牙利筹集了六千万福灵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匈牙利国家电视台提醒您注意 佩戴口罩 保护彼此 谢谢您的合作 谢谢您的合作